一个疾病的控制 一个危险因素的控制 也像传染病一样 新冠就是把一个病毒 从一个人通过呼吸道 传播给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经过一段潜伏期之后发病 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习惯 也是这样 比如我们的饮酒 我们的吸烟 我们不健康食品的食用 都是和我们的朋友 亲人 同伴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第一支烟 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呢 我们的第一杯酒 也许是最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爷爷奶奶 让我们尝一尝 恰恰就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过程中 传递着我们的健康行为 或者危险的行为 我们抵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能做到 我们或者健康 或者疾病 这样的结局就把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 我们解决好健康的观念的问题 我们就一定能够使慢性病可防可控 如果我们能够践行实践 我们就能够 而且能够坚决地 预防慢性病的流行和大流行 解决我们更多的公共卫生问题 造福我们个人 家庭 整个社会 健康是最重要的 改变我们的观念 改变我们的认知 采取行动 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